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东西在出现时刻的时候也很关键3 手电筒 对于那些喜欢去越野的车主 手电筒是很有用的 主要就是在夜间车辆出现故障的时候方便检查4 手套 手套是用于在轮胎被衣物扎穿的时候 如果直接用手可能导致自己受伤 所以还是准备一个为好 5 工具箱 工具箱就是修车用的 如果车辆出现重大故障 这个工具箱是没什么用的 但是如果是一些小问题 比如换个轮胎之类的 你就需要用到了 6 胎压表 很多人检测胎压都是在保养汽车的时候 实际上 汽车的胎压咱们随时要自己检测着 特别是冬季和夏季的时候 最好每周都看一看 7 冲气泵 这个东西主要还是跟胎压有关 很多喜欢自驾游的朋友检测胎压时 胎压如果太低 然后又在一晚 那就可以用冲气泵打气 还是很方便的 8 搭电线 很多人搭电都是等专业的师傅带上工具来用 其实只要自己有搭电线 完全是可以自己搭电的 而且效率可比那些救援服务快多了 9 拖车绳 这个东西也是很多喜欢越野的车主必备的 特别是在走泥泞路或者沙漠中的时候 车胎线下去了 那没有拖车绳是很绝望的 小看 东西 扇购道